其實很好玩的 你又可以體驗不到生活 又可以體驗不到那一行的人 又可以將一些訊息告訴觀眾 因為觀眾未必會知道 人家做那一行的苦樂 或者成就的事 所以在TV的時候我都提過 拍過這個節目 希望透過這個節目 大家可以體驗到別人的辛酸 例如我高高榮 不要說婷婷送上來也不行嗎 其實在你的角度是婷婷 但她的婷婷可能不抽牌 她那天白做了 有些事情如果你再拍球公司的東西 你體會不會理會不到 我現在很想去演一個很順暢的戲 但又沒有 因為電影家完全不熟 人家不熟 人家不熟 製作上也不熟 變成每次有機會時自己都很緊張 試過緊張得連對白人也不懂 想演好一點是演得不好的 但我的TV我未試過演得不好 因為可能太熟悉的環境 太了解 自己有信心去做 但出來現在完全沒有了信心 變成了自己很多新的東西 現在做新的學習 都是一種壓力 又有開心的 因為有時導演要求你 一重來沒有要求過這個東西 其實是一種新的領悟 我以為少林子的《易經經》最厲害 原來外面沒有當中有乾坤大萊兒 這麼厲害嗎 就是這樣 那樣就是 你輸得深呼口服 他就見識少了 現在的得度就是 你真的要出來見面 要開 但是你每次都要很小心地應付 你只知道 我只會這樣說 大家要經驚的 我就要看一看 他每次都要很小心 而不要以為 我現在最厲害的了 出來的 可以了 因為我離開中學就入TV了 還未畢業 其實TV就是我的大學 無論我代人至密 都是從這裡學回來 尊重我的前輩 你跟前輩的接觸 在他們身上學到的認真 專業之類的 我見過大學經常拿著劇本 拿著自己的劇本 但我不敢問 因為我小時候 但是有些人問我 他聽過我這些劇本 德哥 一頁字都記不到 德哥 對呀 真的很難記 其實不是 德哥跟我們說 你要看這一頁劇本 每一次看都要不同 如果你看每次都一樣 你不要做 你要在這裏不斷發掘 他還有多少變化 還可以演 他怎會一頁字都記不到 我不是 但是他是這樣研究 這就是他的專業 另一些就是華哥 黃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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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哥是好 自己的對白都累了 他會進來 比如 化妝間的時候 你會說 華哥早晨 早晨 但他帶了一句對白給你 你看他接不接到 那天可能他拍幾場戲 他隨便給你 只要你接到他 他很開心 他知道你有心情 他就很疼你 而且華哥這些情報 很喜歡 他會提點你很多 我覺得每一個階段 都有每一個階段的事情發生 緣分來的 所有事情都是 如果你沒有TV 都沒有人認識我 這個你永遠都要感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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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